五萬盞木馬小提燈 三小時發完 台北花博公園昨天下午急滿人潮 大家搶著排隊 不為別的就為這個啦 台北燈街的巨馬小提燈啦 昨天十四個發放點 共五萬盞 三小時就發光光 小朋友拿到小提燈 第一件事就是 叫爸爸幫忙組裝啦 那能等到元小姐咧 沒搶到的人 今天還有五萬盞的機會喔 別再錯過 五分鐘還蠻快的 小朋友可以踢著玩 然後拿到 很開心因為踢做快發完 對 快發完還蠻開心的 而南台灣的高雄 最近也是一堆人 擠在街頭做手工 都是為了趕快補好 樂活馬小提燈 它紅旗粉藍兩色的對馬 以客家花布 雞頭花妝店 充滿同情復古味 夏夜從出生到現在都有收集 所以說我覺得是 有個紀念衣服 十二生肖中有 2月14日元小節當天晚上 燈廠流行的五幅路沿線 也將發送小提燈 有興趣的民眾 可加入提燈才藝界的行列 都有新聞各有特色 報導